但是面对黄玄之施展出真黄焚神扇 硝烟的脸上仍然是没有太大的惊叉的表情 玄疾便是见到硝烟副手而立 看着那黄玄之轻笑着说道 也不枉你叫我一声言枭凶 黄玄之 若是我站在这不动 接下你这真黄焚神扇 不如你就此离开如何 站着不动接下真黄焚神扇 就算是摩合古族的两位天智尊层次的长老 以及圣龙族的诸多强者 听到硝烟这般说辞 也是惊呆在了原地 真不知道这硝烟是义高人胆大 还是无知者无畏 这真黄焚神扇 乃是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的神迹 若是一个搞不好的话 就算是先品天至尊 沾染其中凤凰真火的毁灭气息 也是十分麻烦 可是硝烟却是直接选择硬碰硬的方式 直接对上这真黄焚神扇 黄玄之听到硝烟所说和一笑 若是你能接下我 这真黄焚神扇的话 我便日后见到你硝烟必然褪比三手 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一言为定 硝烟轻笑一声 玄疾说道 就连原本还十分自信的龙傲 都是凑到了竹坤的身前 询问道 硝烟能接得下这一击吗 龙傲长老放心吧 硝烟从来都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他说 让那黄玄之放手攻击 就肯定有着十足的把握 无备其所伤 这时紫妍却是插口说道 只见紫妍笑了笑 而且这地方 还有着那两位仙辈的残魂在此地 还能怕那凤凰族的强者 黄玄之闻言 缓缓闭上那金色的双眸 便是见到 周身有着亿万道灵力光流 正在朝着黄玄之的身体周围 不断汇聚着 那股极其害人的灵力压制 若非没有天至尊的实力 或许就算仅仅只是威压 都足以将其直接压成一片虚无 但是硝烟 却看出来 这股灵力的外泻 正是说明了 黄玄之对于这第八转 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补 虽说 他并不畏惧这黄玄之 可这毕竟是36道绝世神通之一 强横的灵力冲击 还是让得硝烟血脉之力 产生了那么一丝触动 只见到黄玄之 深深吸了口气 随即手持那柄赤金色的淋浴扇 朝着硝烟的方向猛然挥动 众人在那一刻 仿佛见到一座数十万丈的岩浆海啸 朝着硝烟的方向猛然拍去 但是定睛一看 有什么都没有 可对于被锁定的硝烟而言 他真的是在面对一座 数十万丈的岩浆海啸 哼 那一刻 以硝烟的身体 为中心 朝着四周的方向 扩裂开一道 长达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 便是见到空间裂缝之中 不断有着岩浆能量 朝着四周不断扩散 就连原本位于这个方位的雷电风暴 在接触到这股岩浆能量的同时 都是被蒸发成为了虚无 狂猛的家伙 居然妄想接下真黄焚神扇 就算是在我族之中 除了父皇以外 也没有人敢去接下这一周 不知死活的小子 终究还是坐简自负了 众人看着那道极其害人的空间裂缝 任由是龙傲 还是那些磨合古族的强者 见到这番场景 都是眼神之中充斥着震惊 在场的人 恐怕任谁接下来这一招 都会有着这般下场 即使是天治尊面对这一招 就算没有 当场陨落 也会落个重伤的结局 这个硝烟 还真的不自量力 居然妄想使用肉体 去硬抗凤凰族的第八转神迹 呵呵 不过也好 省得我们动手了 磨合古族对于硝烟 可谓是已然达到了 恨之入骨的境界 不过爱于剑狱 和太陵古族相够 故而也不方便对硝烟 直接出手 磨合男看着那道万丈 庞大的空间裂缝 嘴角微微上扬 狂妄之辈 坐简自负罢了 龙傲看着身后的竹鲲和紫妍 只见这一对妇女的面容 只是刚刚因为 黄玄之施展第八转的时候 稍稍触动了一下 但却并没有因为硝烟 身陷窘境 而伤感半分 硝烟这个家伙 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你们这些家伙瞧好吧 紫妍笑着说道 龙妃等一众圣龙族的强者 也只能是安静地 看着那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 不断恢复愈合 其中所迸发 而出的岩浆能量 似乎已然将这座原本的神木山脉 给完全填平了似的 九转成圣绝 果然名不虚传 只可惜经过你施展 其威力倒是弱了不少啊 就当黄玄之狂笑之际 便是见到四周的空间 却是传来了硝烟的声音 其声音虽然并不大 但似乎是直接跟所有人的脑袋 直接说话似的清楚 黄玄之看向那巨大的空间裂缝 不可知性说道 这怎么可能 你躲开了 我明明亲眼看见 你们真黄焚神山给击中了 黄玄之的声音落下 但是硝烟却是并没有回他的话 就当众人疑惑之解 视线却是被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吸引而去 却发现 那空间裂缝所释放的空间风暴 以及岩浆能量 似乎并不是被天地灵力快速修补 就好像是被吞噬吸收了似的 而那犹如天际边缘的 一道火线正中心的位置 逐渐显露出一道消瘦 身穿黑色长山青年的模样 那长达万丈的空间裂缝 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快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硝烟安然无视地 踏立在虚空之上 硝烟覆手而立 遥遥望着黄玄之笑着 说道玄之凶 我既然会选择和你打赌 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还有 给你一个忠告 日后切莫要一意孤行 今日遇到的是我 故而放你一马 日后若是招惹了别的天才的话 或许就不会有今日这般好运了 硝烟的话 无疑是触怒了 从小便 是被冠以天才之中的天之骄子黄玄之 黄玄之感受到 似乎自己所有的荣誉 在此刻都是被硝烟狠狠踩在了脚底下似的 少族长 不要冲动啊 凤凰族的众人 来到黄玄之的身前沉声说道 但是 只见到黄玄之的身形猛然一震 那属于天至尊层次的恐怖威压 顿时就将在场的众人 都是震荡开来 就算是灵品天 至尊级别的凤女 都是没办法阻止黄玄之 黄玄之手 持凤翅流金 躺朝着硝烟的方向 猛然袭杀而去 但是 这一次硝烟仍然没有选择躲闪 只见到凤翅流金 躺朝着硝烟心脏的部位 猛然刺了过去 但是随着一声金属般的震荡声响 黄玄之手中的神器 竟然直接被震得脱手而出 就连黄玄之的身形 也是再一次地倒飞了出去 硝烟的肉体 竟然已经达到了这般的境界 仙品肉身 你竟然已经修炼成了仙品肉身 黄玄之看着手中的血痕 推开周围凤凰族的强者 怒声说道 而此时的硝烟 则是手握着凤翅 刘金躺笑了笑 你和我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走吧 不然的话 今日与我不死不休的种族 又要多一个了 凤翅刘金躺 只有凤凰族的人 依靠着血脉之力 才能驾驭 若是别人手拿凤翅刘金躺 或许此刻 已然被牺牲了仁肝 但是 这对于硝烟 而言却是 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见到那恐怖的凤凰之力 想要侵入到了硝烟的身体之中 却是根本无法 进入到硝烟的肌肤之中 硝烟 今日之耻 必当血血 黄玄之怒吓一声 硝烟无奈叹息了一声 血黄玄之是真的发疯了 如此这般星星 若是没有黄王的帮助的话 或许也根本达不到这般的境界 若是今日不将其除掉的话 那么 来日必当带领着 诸多凤凰族的强者 来找无尽火域的麻烦 既然 你如此的不甘的话 那么今日便将你的命留下来 作为这件事的结束了 说话间 便是见到硝烟身上的圣言 顿时完全将那凤翅流金桃 完全包裹起来 一股强横的恐怖威压 顿时作用在了黄玄之的身体表面 黄玄之的强者 是如何让自己在其威压之下 根本无法动弹 而且 这种威压 还有些似曾相识 这似乎是 圣品威压 这怎么可能 黄玄之沉声说道 只见到硝烟手持凤翅流金桃 猛然朝着黄玄之的方向 投射而去 沿途锁过的空间裂缝 竟然比起刚才黄玄之 第八转的真黄焚神扇所 烧穿的空间裂缝 还要庞大骇人 凤语见到这般情景 身形顿时画作 一只高达六七千丈庞大的火黄 冲到了黄玄之的身前 龙傲见到这般场景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神色 这凤语此刻 竟然在燃烧本源 让自己的实力 暂时达到了 灵品天至尊后期的境界 但是随着那缭绕着 圣年的凤翅流金桃 没停留半秒钟 将那火黄穿身而过 在场的几大强者 都是傻了眼 这硝烟 居然这么强 黄玄之看着 那凤翅流金桃 距离自己的脑袋越来越近 秦月要死在这里了吗 放肆 就当那凤翅流金桃 即将触碰到 那黄玄之的瞬间 只见虚空之中 传来一道无比威严的声响 在黄玄之的面前 顿时形成一道空间屏障 将其护佑而下 凤翅流金桃 与那灵力屏障 直接碰撞到了一起 下一刻便是见到 那凤翅流金桃 居然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下 开始炸裂成碎片 玄机化作 万千灵力光点 潇洒而去 神器居然就这么毁掉了 磨合叶沉生说道 一旁的磨合月 也是摇了摇头 神器无论是材料还是炼制 都是经过了天地伪力的淬炼 才可以形成 刚才一瞬间的碰撞 根本就不像是 寻常天至尊之间 所能达到的威势 只有两股极其恐怖的能量 碰撞到一起 才有可能达到 刚才那种 能让神器都瞬间破碎的效果 龙奥龙飞等人 看着摇摇的虚空 刚才那道声音时 而硝烟却是笑着 死在外面还无动于衷呢 不过既然出了手的话 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让你把他带走吧 磨合鼓足的众人 闻眼脸上顿时露出欣喜之色 是那位强者来了 请客之间 只见到天地变色 原本雷电风暴席卷的天空 形成一片极其黑暗的空间漩涡 一道直径千丈的金光洞川 黑暗漩涡踏空而出 朝着那众人的方向 缓缓走去 只见到此人身形壮硕 一身金色的装饰 竟显雍容华贵 脸上带着不怒自威的威压之感 仿佛从其身前走过时间 都好像静止了一晚 龙傲看着这道身影 血脉似乎都是开始沸腾起来 此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凤凰族的族长 王王黄金 连这个家伙都来了 龙飞沉声说道 龙傲朝前走了两步沉声说道 在下圣龙族长老龙傲 见过黄金族长 今日之事 乃是贵族少族长 主动挑事在先 还请黄金族长大人大量 黄王转身看向那受伤不轻的黄玄芝 黄玄芝缓缓擦掉了嘴角的血 指着硝烟沉声说道父皇 那硝烟的手中 有着祖龙心圆果 此话一出 可以说一旦激起千层浪 就连黄王的眼神 都是稍稍颤抖了一下 玄吉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 本王也只是感应到了 这神木有着一些属于龙皇的气息 只是没想到 这个地方竟然真的有祖龙心圆果 就在这时 黄金的目光 突然在子言的身上停顿了下来 玄吉轻声说道 没想到这个世上 居然还有着龙皇血脉的遗留 小姑娘的气悦 还真的是非同凡响啊 只见黄金玄 即将目光转向硝烟 你便是那个自称炎帝 和魔鹤古族结怨 打死古皇尊 让火灵族无可奈何的 大千宫名誉公主硝烟吧 名誉公主 魔鹤古族的诸多强者 听到其他的名号的时候 还算是比较淡定 但是听见最后一个名号的时候 原本平静的面容 却是再一次变得惊恶起来 大千宫除了诸魔王晴天 是大千宫的公主 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名誉公主 而这个公主还是硝烟 但是硝烟也只是错愕了片刻的时间 然后立即就想通了 或许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去往外援界 收服魔灵大陆的事情 当时自己击杀了不少魔地层次的强者 甚至还有玄魔地层次的强者 要知道 现在处于和平的时期 想要成为诸魔王 就必须要击杀天魔地层次的强者 可是这一次 硝烟并没有击杀天魔地层次的强者 只是杀了很多魔地层次的强者 和玄魔地层次的强者 所以 大千宫辨别了 自己一个这样的名号 不过硝烟也是知道 若是自己有了这么一层身份的话 那么自己的那位好友无祖灵动 必然也是有着这一层身份了才对 毕竟他的成就和能力 可不在自己之下 黄王黄金并没有对硝烟直接出手 而是心里想着 这硝烟有着剑狱的青山剑圣 和太陵古族的太明老祖 护佑着 虽说自己并不惧怕那两个老家伙 但是他们两人若是联手的话 就算是自己圣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实力 也是难以与之抗衡 而如今硝烟身上 又有着大千宫名誉公主的身份 有着大千宫这样的背景 就算是黄金这样的身份 也不能轻易地动他 小子硝烟 见过黄王 硝烟自然也是不愿意与凤凰族 闹成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且在这儿 已然有一个与他骄傲的摩合古族 再加上一个凤凰族的话 压力的确是会变得很大 黄金微微点点头 气度倒是不错 不过 可惜实力倒是弱了些 硝烟并没有应答 还是轻笑了一声 对于黄金的说辞 自然是不放在心上 毕竟刚才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在自己手中 根本就坚持不了半分钟 若非是因为他的降临的话 或许硝烟想要杀他 只是弹指之间 便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 既然黄王今日降临此地 那么小子 也不能不给面子 就请黄王将凤凰族的小少爷带回去吧 硝烟细声说道 黄金微微点点头 嗯 今日还得请硝烟小友 再卖我凤凰族一个面子 如何 说说 若是祖龙新元国 以及紫延的龙皇血脉的话 那还是免开尊口了 或者黄王免下 可以去和真龙帝谈谈 若是他愿意将这些交出来的话 再来跟我谈谈 真龙帝和黄王 乃是神兽界的两大至尊强者 虽然圣蛇大陆的神蛇血脉 乃是和祖龙血脉 凤凰血脉 并称神兽三大极致血脉 但是目前大千世界 却还没有神蛇血脉的超级强者 而彩灵虽然此刻有着这种血脉 但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成长 故而在神兽之中 能与黄王匹敌的 也唯有真龙帝 可以与之一较高下 据说多年之前 黄王便是和真龙帝 有过一场私下的争斗 那场争斗的胜负 谁都不知道 只是那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百灵大陆 一直都是处于比较低调的状态 黄金文言 则是嘴角微微上扬 真龙帝啊 倒是很多年没有与他见到了 不知道这老家伙 现在还活着吗 一旁的龙傲 却是开口笑着说道 放心 族长活得很好 还时常挂念着黄王 说是若有机会 还会来和黄王缅下较量切磋一番 黄金并没有理会龙傲 而是接着看着硝烟 既然硝烟小友 今日不愿意卖我凤凰族这个人情的话 那么还请硝烟小友行得方便 这是我凤凰族与圣龙族之间的关系 还请默要多管闲事 硝烟转身 看了一眼紫妍和竹坤 无奈抖了抖肩膀 紫妍乃是我的挚友 而竹坤前辈 则是跟我 同属于一片小卫免 他们的事 如何能被称作闲事呢 既然硝烟小友 今日不愿意接受我族的好意的话 那么 就默要怪本作动手吧 若是放在旁人的身上 或许此时 已经死不知道多少回了 哪里轮得到硝烟这般讨价还价 但是黄王之所以不对硝烟出手 还是因为忌惮他的背景 以及其背后可以叫来的人 虽说黄王并不畏惧那些家伙 但是平白无故 招惹圣品天至尊 还不止一味 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刹那之间 便是见到一股强横的圣品威压 顿时作用在了诸多圣龙族的强者身上 可下一刻 一股青金色的火焰气息 顿时将几人围绕起来 那股圣品威压 顿时便不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 众人看着周围因为威压 而坍塌的空间 内心还是一阵发怵 圣品天至尊 果然恐怖如斯 就算只是威压 也不是灵品天至尊可以对抗的 黄王见到硝烟身上的火焰 原本冷熬的眼神之中 带有着些许的好奇 哦 神灵圣火的气息 不对 这强悍的空间波动 空境元言 万灵言 呵呵 无愧是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 可以融合获取世间 一切极致力量的驼射轮回 倒是有些门道 可惜 你现在的修为 还是不怎么够啊 哼 伴随着一声巨响 原本作用在硝烟等人身上的圣品威压 顿时像是强横的百倍有余 仅仅只是威压就让得周围的空间 开始产生空间裂缝 无数的空间风暴 尽数朝着硝烟的方向席卷而去 若非是神灵圣火 可以免疫一切灵力威压 或许此时 这些地至尊层次的强者 都被其圣品威压压成了一滩肉迷了 无愧是圣品后期的强者 这般威压 就算是太明老祖 都是略迅一筹 但是 想让硝烟 这般让出祖龙心原果 何知有的性命 黄金前辈的算盘 还是打错了 刹那之间 便是见到硝烟额头之上 那属于地焰的纹路 再一次地显现而出 硝烟的实力 顿时开始暴涨起来 黄玄之见到这一幕 脸上 也是掠出得意的笑容 在圣品之下 任何存在 都如同蝼蚁一般 以为施展提升实力的秘法便可以 还未等到黄玄之说完 硝烟身上所展现 而出的气息 顿时让得在场所有人的脸上 都是露出震惊的神色 其中 凤凰族和磨合谷族的强者嘴里 皆是喃喃说道 这怎么可能 原本只是灵品巅峰的硝烟 此刻身上所散发 而出的气息 已然达到了半部圣品的境界 别说是天至尊的境界 就算是至尊境 施展秘法后 能提升一品 都算是极为不错的秘法神通了 但是在天至尊的境界 居然可以跨越界别 从灵品天至尊提升到 圣品天至尊的层次 这即使是在场 见多识广的天至尊强者 都不敢轻易相信的事情 硝烟 这怎么可能 磨合男紧钻着双拳说道 虽然半部圣品 还有着一个半子 但是却是已然 踏足到了圣品的行列 远非仙品天至尊 巅峰层次的强者可以对抗 原本磨合男想着 硝烟能跨入到天至尊层次 都是有些猫腻 但是如今硝烟所展现 而出的实力 却是让得岂有一种 十辈子也追不上的无力感 但是黄金却好像是 看出了什么似的 笑了笑九旋朝神卷 硝烟小友的运气 还真的是好啊 不如今日离开 否则 如此年轻天才至尊 今日陨落在此地 不是有些太过可惜了吗 硝烟脚掌猛然朝前 一踏破开虚空 来到了距离黄金 不足十丈的位置 与之平等对视 不劳前辈费心 只是今日紫颜和祖荣星云 果决无可能给凤凰族 唉 那本作也只好勉为其难 吃点亏 落一个欺负小辈的名声 动手来抢了 说话间 只见到黄金手掌 缓缓成为一道 如同黄金制成的金爪一般 朝着硝烟的方向 缓缓抬起 就算是威压对于硝烟而言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但是硝烟还是觉得 周围的空气之中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天地之力 正在锁住自己的咽喉一门 天地为力 黄王真的打算 要对硝烟动手吗 也不怕丢了凤凰族的脸面啊 龙傲沉声说道 就在这时 紫妍却是猛的一跺地面 两个老家伙 再不出来的话 那祖龙心猿果可就要 被那家伙夺奪走了 黄金眼眸猛然一抖动 强烈的危机感 让得其快速收招 双掌画掌 朝着硝烟两边的方向撕裂而去 只见到一黑一白两条巨龙 破开空间 朝着那两只万丈庞大的黄金巨爪 碰撞而去 小家伙 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处理吧